剛剛講的有沒有 其實這個我之前也做過了 可是我需要的就是按個按鈕 這個問題就幫我解決了 這邊有一個按鈕 按下去 做完了 有沒有 自動完成 還有一個清除 如果下一次有新的資料進來 你先把資料清掉 再按一下門號就可以了 那當然你這個按鈕可以 看起來比較標準一點 如果你不想太標準 太呆板 你可以用一個圖 這個是一個插入的圖案 笑圖 也可以啦 或者插入一個笑臉 可不可以啊 反正如果笑 你這個圖當然你 不見得一定要很呆板 如果你自己用的話 反正你自己看得懂就好了 你也不是給別人用的 OK 這個是第一階段就是說 如果怎麼樣做出這樣按鈕 當然這速度一定最快 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我剛剛講 我希望怎麼樣呢 有一個函數 可以插入函數的時候呢 自動會跑出一個什麼 手機函數 有沒有 它本來是有嘛 本來沒有 可是呢 你有沒有辦法把它定出來 有沒有 這個時候有沒有一個叫手機函數 這個手機函數呢 它會跟你要三個東西 你就按確定之後有沒有 按確定之後 它會跟你要哪三個呢 第一個 電信業者 一個蘿蔔 一個坑碼 點下去 區碼 點下去 墨碼 點下去 按個確定 你的工作就完成了 有沒有 點兩下 OK 所以基本上 我們 如何提高效率有 至少這兩種方法 等一下 陸陸續續完成 不過這個是 我們自己定義出來的 如果說你不用自己定義出來 用內建的 本身有的 你要先了解 REPD LEN 所以我們陸陸續續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呢 我們REPD要怎麼做出來 其實首先的話 我切到那個還沒完成的檔案這邊 第一個REPD 那首先的話我們可以插入 游標先放在C3儲存格 插入那個函數 第一個先切到什麼 類別 比如說我們用文字好了 文字裡面 一定會有個叫REPD 那它是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所以你往下找 或者按個R 它會跳到R開頭 REPD就出來了 那函數的使用特別注意 有個小技巧就是 大部分我會先看一下 刮虎裡面的東西 刮虎裡面第一個 它跟你要一個TEST TEST實際上就是文字 因為呢它是什麼 repeat 實際上就是重複什麼 重複這個字串 幾次的意思 所以你必須給它一個 你要重複什麼字 第二個重複幾次 所以兩個參數給它 它就會幫你完成 按確定 一個蘿蔔一個坑 TEST是什麼 它重複的是信號 所以信號給它 第二個重複幾次 重複銷量除以多少 100 100 但是 會有小數點 那這邊 題目有提示 要 把它小數點 捨棄掉的話 你可以在 這個的公式前面加上RINT 刮虎之後的話 它就會 怎麼樣呢 幫你 強制 捨棄掉 什麼呢 RINT 包起來之後 各位有沒有看到 旁邊的數字 本來是1.58 有沒有 自動改成什麼 改成1 也就是說 將來 你們 的 資料裡面 如果要強制把小數點捨棄掉的話 那就可以 用這個方式 比如算年資 年資如果它不滿 幾個月 當然不能算 所以就是 要把它捨棄掉 你可以用RINT函數 好 那這樣算出來 按確定之後的話 不過特別注意 因為等一下按確定之後 我會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的時候 特別注意 向下填滿的話 它的位置 比如說在C1的話 這個列號 有沒有 只要是數字 如果你向下填滿 列號一定會增加 如果你向右填滿的話 這個藍號會增加 所以呢 我們基本上 要把這個什麼 把1給鎖起來 因為不能夠 增加 那鎖起來的話 就加上什麼 錢的符號 有沒有 $就可以 那特別注意 一般書上 膠都是膠F4 F4 全部鎖起來 全部鎖起來 也OK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 反正藍列也無所謂 但是比較標準的做法是 F4再按一下 等於F4按兩下 只要鎖什麼 鎖住 列號就可以了 它就不會增加了 OK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把它置中 往下填滿 基本上 就做出來了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公式 就是這個 IPT 裡面傳什麼 第一個 指的是 它要重複的字串 這個是一個字 我們把它當字來看 看起來是圖 實際上它在 電腦裡面寄的是一個字串 然後呢 後面就是 它到底要 幾 就是說呢 幾顆星 那把它除以100 再把小數點去掉 所以最後的結果 看到的就是 類似像這樣子 那如果這個 畫面 這個畫面應該在你們講義上面應該有 有沒有 我會把它截圖下來 所以各位也可以 參考一下 那個 講義裡面 也有參考答案 那如果說那個參考答案不清楚的話 各位也可以再到 我的 補充資料裡面 這邊有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裡面 你可以找到 第一階段是函數練習 函數練習裡面有一個 第一個就是文字 資料 函數有沒有 那你可以在 這個畫面 其實如果你要放大 直接 從這邊看 再來作答就可以 試試看 把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IPD這個函數 真的我們 好 жив定 Borane b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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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